沙諾滿王 和聆聽沙諾滿王的智慧 我們會問 沙諾滿王 他從哪裡會得到這麼多智慧呢 今天的第二篇讀經 《列王紀》上篇 為我們解答這個問題 話說在沙諾滿開始統治王國之前 他到這個基貝雄的聖殿當中獻祭 在夜間上序的夢中顯示給他 叫他許一個願 無論沙諾滿王向上主求什麼 天主都會賜給他 沙諾滿王所求的 並不是為自己求財富健康 或者戰勝仇敵 而是他意識到自己沒有什麼經驗 也都覺察到那些有權力的人 很容易因為權力的慾望 而犯了不公義的錯誤 因此他求天主賜給他一火智慧的心 好能夠統治百姓和辨別善惡 就這樣天主撫聽了他的祈求 賜給他一火智慧的心 今期的《公教報》 刊出了一系列的人士調動 其中我特別留意到 粉嶺聖藥室堂的主任司徒 黃寶城神父 他在自己的Facebook裏面 表達自己的感想 黃神父他這樣說 他說我很高興告訴大家 主教委派了我一個新的任務 在九月一號開始 我將會調任上水聖藥室安路院 住院神仙 而在粉嶺聖藥室堂任主任司徒 十年多 他很感謝教區對他的信任 和教友對他的愛大 寫到他的工作順利 能夠見證了抗建工程的開展 他說是他的榮幸 黃神父說 一般香港人六十歲退休 而他自己也都是八十二歲 他成蒙主教的不嫌棄 繼續安排工作 他說真是要感謝天主 讚美天主 他形容自己是一個無用的仆人 請各位為他祈禱 我本人非常欣賞黃神父 其實他過去幾十年裏面 在香港默默地耕耘 在很多堂區服務 我知道他在某堂區曾經服務的時間 有很多人批評他 甚至那些人寫信去教區 批評他很多很多 不過沒多久也都有同樣 很多人 甚至更加多的人欣賞他 面對這種情況 相信過程裏面 黃神父是辛苦的 不過當他後來又調入第二個堂區的時間 他又很欣然地接受 到了今天 他欣然地接受生命的局限 以平常心和喜樂的心去面對一切 這一份安於天命服從主子的態度 真是活出了全教士的使命 還有他不斷地幫助教友在逆境當中 仍然繼續去和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相遇 他不單只是一個牧者 更加是一個智者 今天我們聽的是《馬逗福音》 內容講到寶床的譬喻 我們會問為何這個人發現了寶床之後 他重新把這個寶床又再埋藏起來呢 這個行動是很特別的 就是這個農夫 他發現了這個寶床之後 他被這個無價之寶所吸引 立刻他意識到在地上 可能還有很多很大的寶床 於是他決定將自己所有的賣掉去買這一塊地 我們因此而被引入這個譬喻當中 耶穌所說的寶床就是天國 接受珍福而進入天國的基本條件 天國的價值是無法估計的 只有那些將自己的生命方向和目標 放在這些珍福之上的人 正能夠慢慢地去發現 和看不到天國的價值和意義 譬如當中的寶床是偶然間被發現的 是天主白白地免費地送給人 並不是因為人個人的功能 或者是一個工作的效果 正因為這樣的原故 天國的發現 就要求人也帶來一個根本的改變 這個就是決定被賣所有的一切 而賣那塊地的意思 殺在海裡的網 這個譬喻 天國這張網 並不單止接納那些好的或者善的 也都接納那些所有的人 今天在基督徒團體當中 有好的和聖事的交友 也都有邪惡的和罪惡的交友 沒有一個人 即使罪人 都不應該被排擠 或者受到歧視 這個是天主仁慈和容忍的時期 因為天主不願意任何人喪惡 祂只願意眾人能夠回心轉意 有一個故事講一塊黃金和一塊泥土相遇 黃金很不肖地對泥土說 你看看你灰暗暗的 你看看我有閃亮的光芒嗎 你看看你你時都在最低層的 你看看我多高貴的身價 泥土聽完之後他搖搖頭 然後問黃金 你雖然是這麼榮耀和高貴 但你能不能夠生出另外的黃金呢 他當然不能夠 那你呢 你又生出些什麼呢 泥土就說 我能夠生出花朵 能夠生出果子 生出草 生出樹木 能夠生出萬物 生命的價值 不是在於自己有幾多的價值 而是自己能夠創造了有幾多的價值 我們說天主用泥土創造了我們人 並不是讓我們好像泥一樣 只是沉澱下去 而是要讓我們去生根發芽 在生活當中 紮根在基督之內 能夠為福音作見證 能夠活出真善美 能夠感染更加多的人 感動更加多的人 能夠走近耶穌基督接受主 今天的聖經給我們兩個的喜訊就是 第一 薩洛門王所求的不是為自己求財富和健康 他求天主賜給他一火智慧的心 很能夠統治百姓辨別善惡 面對變幻的時局 天主也都會賞賜給我們智慧的心 去辨別那些我們要有勇氣去改變 或者那些有能力去接受不能夠改變的事實 讓我們更加求主 比我們有更大的恩寵 生活上能夠面對很複雜的人和事 都能夠保持基景如同蛇 順坡如同甲子 第二 主耶穌所說的寶藏就是天國 只要在天國之裏面 只能夠明白生命的真正意義和價值 聖母路中途的經驗和反省值得我們去學習 他說 我現在為了基督將一切都看作損失 因為我只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自保 為了他我自願損失一切為賺得基督 天國不單止是講將來 天國更加講是現在是每一日 主耶穌每日都跟我們在一起 讓我們能夠在每日的信景 特別在逆境當中都能夠發現這個寶藏 能夠發現主耶穌基督實在在我們當中 他時事都與我們同在 對於是 對於是 對於是